海拔千米之上的太行山深处,竟藏着一匹美儿海湖泊,景色让人震撼,行走在太行山深处,你除了能感受这大山里的风土人情之外,风景更是不能错过,因为只有在山里穿行,才能知道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有多么的让人壮观。 在河南京内的林州,就有这么一个秀美山河,风景如画,景色迷人的珊瑚,它叫太行平湖,别小看这个湖,如果不是作者亲眼所见,真没法想到在海拔千米的大山深处,还藏着一个这样的美景,太震撼了。 航拍镜头下,作者再猜看到这里的美丽之处,太行道映于湖面,山的雄尾,水的温柔,在这一刻本身,就是大自然的,一幅壮美画作,让人宁神,静心,宜然自得。 沿湖的旅游观光公路,如一条飘挂在太行山腰的飘带,穿流不息的车流,让整个飘带在山间起舞,形成一幅对人的画卷。 如果作者不跟你说,这是太行山深处,你能相信,这湖泊藏在大山里吗? 作者行走在山西河南的时候,偶然发现的这处美景,无人机镜头下,作者发现这里的景色,更是美得让人窒息。 从高空角度看,这大山深处的湖泊,是否有些尔海环海的感觉呢? 这个湖,叫太行平湖,位于南太行,河南林中市,太行大峡谷的北部出口,也小看这个,在大山峡谷中的湖泊。 它确实有着,自己的不简单之处,而这个湖泊上,也有着不少的特别之处。 这里的湖泊横跨于,海拔七百米的,两峡一谷之间,号称亚洲,最大的堆石吧,宿有高峡出平湖,太行印红日的称谓。 航拍镜头下,作者被这里的美景,所吸引,一般来说,峡谷之美。 美在奇修,奇,修的独特地貌,更美的,还在一大峡谷中的太行平湖。 据当地人讲这里的平湖的,春天和夏天,是最美的。 四周风轮,嫩绿叠碎,花香四溢。 旁拍镜头,飞上太行之巅。 普看太行平湖,犹如一条碧蓝的彩带飘落峡谷,蜿蜒曲折,波光凌凌。 由于平湖处于太行山的环绕之中,站在山的顶端,此刻的平湖,就像天池般的美丽和壮观。 走进平湖,宽阔的湖面,一望无际,蓝天碧水,犹如只身于春天的画廊。 好一幅天然的高峡平湖,山水美景,给人一种春意盎然,又平静祥和的美。 太行平湖四周,青山蝶翠,一望无垠的水面,波光凌凌,如镶嵌在深山中的一面巨大宝镜。 旁拍镜头下,这样的美景,很多人会说看不过瘾。 高空中饱览,高峡平湖的山光水色,除了震撼,还是震撼。 最近几年时间,因为太行平湖,优美的景色,吸引着许多电影制片厂,来此界景拍片。 是全国有名的电影,电视制片外景地。 而像作者这样的普通人,如果不是亲身来这里走过,也不知道大山深处,会有这样的一处美丽的地方。 如此的让人感觉美到止息。 各位网友,如果作者说,大山里不起眼的湖泊丝毫不逊于西湖美景和尔海沿线美景,你是否同意呢?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,记得订阅和分享哦。